音樂 哈囉 歡迎收看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小車資訊 好的,我想大家看到片頭應該都知道這集要做什麼吧 沒錯 自從做了香港的模型車小車店特輯之後 就有車友私訊留言給Air說 可不可以做台灣的 可不可以做台灣的模型車小車店特輯 當然是沒有問題 只是說台灣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 其實模型車店都還蠻善的 不夠集中 所以Air花了一點點時間 那在前一陣子好不容易才把中部的完成 於是這一集就要來做中部的模型車小車店特輯 在介紹小車店開始之前 先介紹一家Air充滿回憶的一間小車店 它叫做綠枝屋 我想大家有玩過Tomica的車友呢 基本上都有聽過這間店 沒錯,它以前是在台中市的北區 那現在搬到南區之後呢 比較少在做小車的販售 而是提供場地給車友去做交流 那裡面呢 有販售很多的 以前有販售很多的特駐車 當然不是這種特駐啦 以前呢 裡頭還有販售風火輪跟火柴盒的一些絕版小車 在當時呢 綠枝屋呢 會不定期的舉辦一些交流活動 市集 以及一些改裝教學的活動 那這當時我真的覺得是非常的棒的 這是Air人生中第一間進去的一間模型車店 那它在那時候離文心路的玩具反抖城非常的近 所以呢 都可以一整個配套好就是挖寶買車的行程 不過現在兩間都已經換位置了 所以真的是充滿回憶的一個地方 那Air也是在那時候認識到佛瑞德這位大咖的車友 那也有其他車友 認識到其他車友 不過那些車友有一些都已經沒有繼續在收藏模型車了 這是Air覺得感觸蠻多的一個地方 但我想這就是人生吧 好的 我好像講太多了 那接下來我要就帶各位去太陽路上的模型車店 GO 一次呢給你們兩間小車店 對 就這麼剛好 兩間小車店剛好開在隔壁 這不是同行的競爭喔 只是因為兩間老闆的感情太好了 那也剛好造福了我們車友 去到這邊一次可以逛兩間 而且他們的品牌重複率呢 其實沒有很高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間 這間叫做LODC小車大聯盟 看到門外滿滿的車牆 這老闆肯定也是車迷中的車迷吧 偷偷的告訴各位 這老闆可是深陷於風火輪品牌深坑的玩家 雖然收車的經歷不久 但他可是第一位 跑到美國參加風火輪年度盛會的台灣人 而且呢 幾乎每年都去 看看這滿滿的風火輪 就知道老闆對風火輪有多麼的熱愛了吧 這家店主要販售風火輪、火柴盒、Greenlight、M2以及Johnny Light等 老闆原本是位設計師 後來因為愛上收藏小車 因緣機會下 與車友一同前往參加某年的風火輪年度盛會 也攬起了心中想開一間小車店的想法 於是呢 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樣 原先老闆Jason呢 是在國外的網拍找一些模型車 那順便跟一些國外的車友做交流 那慢慢的幫一些車友順便帶一些車回來 那慢慢累積起來之後呢 現在就開始幫車友做預購啊 那到現在的店面這樣子 我覺得是超讚的 不過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店 不管是小車還是其他行業 都希望品牌的種類 商品的種類越多元越好 但是呢 老闆Jason呢 覺得呢 風火輪就是他的唯一的品牌信仰 就如同Air之前陸坑虛之所說的 給自己一個品牌的信仰 這樣才有持續去收小車的動力 櫃檯跟櫃檯後面那滿滿的 都是老闆的收藏 是非賣品啦 那超多的絕版美車 裡面有些車也是老闆Jason 親自二改的 他也很歡迎車友 可以去他的店裡面交流聊天 那如果有愛好 風火輪、綠光、火柴盒、M2 以及Johnny Lite的車友呢 肯定要去朝聖一下 那Air在這邊貼心的提醒一下各位 LODC小車每週一、二公休 那要朝聖的車友呢 請要多加注意囉 再來呢我們來到隔壁 這邊則是GL Lab 是由香港老闆俊大來台灣開店的 起初是代理了Tarmac Walk 來到台灣 後續也有賣一些 Tomica、Mini GT跟圍銀的小車 目前也與日本的IG Hoppy Japan合作 我相信有看過Air影片的車友 應該多少都有看過車劇市集活動 俊大都是非常支持的 那Air非常感謝他大力的贊助抽獎獎品 今年的7月7號的活動呢 才能讓前來現場的車友人人有車碗 那他這邊的店面呢 主要是給車友店面取貨面交居多 因為主要以網路的預購販售為主 開店時間呢 目前已固定在每週二、四 中午12點到晚上7點 以及每週五、六、下午1點到晚上8點 而且他這邊有很多場景 如果有興趣的車友 也可以去參觀拍拍照喔 最後呢要帶各位到 這家是今年才剛成立的 位於草屋道附近的一間叫做 一小車屋模型車玩具車專賣店 這算是老闆自己家裡 然後在一樓稍微做一些裝潢擺設後 同樣的也是把自己的一些收藏部分展示出來 另一邊則是有做小車的販售 那他這邊的比例大多是1比43、1比64、1比87 老闆說因為他太常去日本找車了 找到日本店家的老闆都認識他 後來就問他要不要在台灣搞一個店家 類似像日本小車店的概念 固定寄貨過來台灣擺在店裡頭的販售 於是乎就成如大家所見 店裡頭有蠻多絕版的 Koshio Konami Tomika風火輪小車 雖然店面不大 但整家店的感覺真的有一點日本店家的Fu 當然沒有像日本電車那麼多啦 但日本店家真的蠻多都是以這種 大量二手整理包裝透明套子的方式做販售 他這邊的一夜時間是在平日的下午3點到晚上9點 假日則是在中午12點到晚上9點 不過這邊算是私人的住家 如果來到這邊再麻煩車友禮貌清神一些 來到這邊可以順便灌一下草物道跟綠原道 也是挺不錯的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1比64的模型車小車店中部特質 那目前南部跟北部難產中 所以如果有車友能夠自建或介紹的店家 也麻煩留言在底下 那Air會盡量的去拍攝 那也感謝今天以上配合拍攝的店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再麻煩幫我按讚FB粉絲團 Air會不斷的跟大家分享1比64模型車相關的事物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模型車上的任何事物 也可以加入我的一品收藏模型社團 受盪C計畫會持續發布有關汽車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麻煩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 下次見 掰掰